真言 第二十六章 鞭子是为打马 背头是为乐驴 行杖是为打愚昧人的背 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 回答他 恐怕你与他一样 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 回答他 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 借愚昧人守记信的 是砍断自己的脚 自受损害 鞋子的脚空存无用 真言在愚昧人的口中 也是如此 将尊荣给愚昧人的 好像人把石子包在鸡弦里 真言在愚昧人的口中 好像荆棘刺入罪汉的手 顾愚昧人的 与顾过路人的 就像射伤众人的弓箭手 愚昧人行愚妄事 行了又行 就如狗转过来吃他所吐的 你见自以为有智慧的人吗 愚昧人比他更有指望 懒惧人说 道上有猛狮 街上有壮狮 门在枢纽转动 懒惧人在床上也是如此 懒惧人放手在盘子里 就是巷口撤回 也以为牢法 懒惧人看自己 比七个善于应对的人 更有智慧 过路被视激动 管理不甘挤的征镜 好像人揪住狗尔 人欺凌临射却说 我岂不是戏耍吗 他就向疯狂的人 抛植火把 利剑 与杀人的兵器 火缺了柴 就必熄灭 无人传舌 征镜便止息 好征镜的人 山货争端 就如雨火加炭 火上加柴一样 传舌人的言语 如同美食 深入人的心腹 火热的嘴 坚饿的心 好像银渣包的瓦器 怨恨人的用嘴粉饰 心里却藏着鬼诈 他用甜言蜜语 你不可信他 因为他心中 有七样可憎恶的 他虽用鬼诈 遮掩自己的怨恨 他的邪恶 必在汇中显露 挖陷坑的 自己必吊在其中 滚石头的 石头必反滚在他身上 虚晃的蛇 恨他所压伤的人 谄媚的口 败坏 败坏人的事 真言 第27章 不要为明日自夸 因为一日要生何事 你尚且不能知道 要别人夸奖你 不可用口自夸 等外人称赞你 不可用嘴自称 石头重 沙土沉 愚望人的恼怒 比这两样更重 愤怒为残忍 怒气为狂澜 唯有极度 谁能敌得住呢 当面的责备 强如背地的爱情 朋友家的伤痕 出于忠诚 仇敌连连亲嘴 却是多余 人吃饱了 厌恶风房的蜜 人饥饿了 一切苦物都绝甘甜 人离本处漂流 好像雀鸟 梨窝游飞 膏油与香料 使人心喜悦 朋友诚实地劝叫 也是如此甘美 你的朋友和父亲的朋友 你都不可离弃 你遭难的日子 不要上弟兄的家去 相近的邻舍 强如远方的弟兄 我儿 你要做智慧人 好叫我的心欢喜 使我可以回答 那击窍我的人 通达人见祸藏夺 渔蒙人前往受害 谁为生人做宝 就拿谁的衣服 谁为外女做宝 谁就承当 清晨起来 大声给朋友 祝福的 就算是咒诅她 大雨之日连连滴漏 和争吵的妇人一样 想拦阻她的 便是拦阻风 也是右手抓油 铁磨铁磨出刃来 朋友相感 也是如此 看守无花果树的 必吃树上的果子 敬奉主人的 必得尊荣 水中照脸 彼此相符 人与人 心也相对 阴间和灭亡 永不满足 人的眼目 也是如此 顶未炼银 炉未炼金 人的称赞 也试炼人 你虽用楚将 愚望人 与打碎的麦子 一同倒在旧中 他的愚望 还是离不了他 你要详细知道 你羊群的景况 留心料理你的牛群 因为资财不能拥有 冠冕岂能存到 万代 甘草割去 嫩草发现 山上的菜书 也被收敛 羊羔之毛 是为你做衣服 山羊 是为做田地的价值 并有母山羊奶 够你吃 也够你的家眷吃 且够养你的婢女 真言 第二十八章 恶人 虽无人追赶 也逃跑 义人 却胆壮 像狮子 帮国因有罪过 君王就多更换 因有聪明知识的人 国必长存 穷人欺压贫民 好像暴雨 冲没粮食 唯弃律法的 夸奖恶人 遵守律法的 却与恶人相争 坏人不明白公义 唯有寻求耶和华的 无不明白 行为纯正的穷乏人 胜过刑事 乖僻的富族人 谨守律法的 是智慧之子 与贪食人作伴的 却羞辱其父 人以厚利 加增财物 是给那怜悯 穷人者积蓄的 转而不听律法的 他的祈祷也为可憎 诱惑正直人 行恶道的 必掉在自己的坑里 唯有完全人 必承受福分 富族人自以为有智慧 但聪明的贫穷人 能将他查透 一人得志 有大荣耀 恶人兴起 人就躲藏 遮掩自己罪过的 必不亨通 承认离弃罪过的 必蒙连续 长存敬畏的 便为有福 心存刚硬的 必陷在祸患里 暴虐的君王 挟制贫民 好像吼叫的狮子 觅食的熊 无知的君 多行暴虐 以贪财为可恨的 必年长日久 背负流人血之罪的 必往坑里奔跑 谁也不可拦阻他 行动正直的 必蒙拯救 行事弯曲的 立石跌倒 耕种自己田地的 必得宝石 追随须浮的 足受穷乏 诚实人必多得福 想要急速发财的 不免受罚 看人的情面 乃为不好 人因一块饼 王法也为不好 人有恶眼 想要急速发财 却不知穷乏 必临到他身 责备人的 后来蒙人喜悦 多于那用舌头 谄媚人的 偷窃父母的 说这不是罪 此人就是与强盗同类 心中贪婪的 挑起争端 依靠耶和华的 必得风欲 心中自视的 便是愚昧人 凭智慧行事的 必蒙拯救 周济贫穷的 不至缺乏 扬违不见的 必多受咒诅 恶人兴起 人就躲藏 恶人败亡 一人增多 真言第29章 人屡次受责罚 仍然映着景象 他比请客败坏 无法可知 一人增多 民就喜乐 恶人掌权 民就叹息 爱慕智慧的 使父亲喜乐 与妓女结交的 却浪费钱财 王界公平 使国坚定 所要贿赂 使国清败 产妹邻舍的 就是舍网罗 伴他的脚 恶人犯罪 自限网罗 唯独一人欢呼喜乐 一人知道 查明穷人的案 恶人没有聪明 就不得而知 卸曼人 山祸通城 智慧人 止息 众怒 智慧人 与愚望人 相争 或怒 或笑 总不能使他 止息 好流人 写的 恨物完全人 索取 政治人的性命 愚望人 怒气全发 智慧人 忍气 寒怒 君王若听谎言 他一切臣仆 都是奸恶 贫穷人 强暴人 在世相遇 他们的眼目 都蒙耶和华光照 君王凭诚实判断穷人 他的国位 必永远坚立 仗打和责备 能加增智慧 放纵的儿子 使母亲羞愧 恶人 加多 过犯 也加多 一人 必看见 他们跌倒 管教你的儿子 他就使你 得安息 也必使你心里喜乐 没有意象 民就放肆 唯遵守律法的 便为有福 只用言语 仆人不肯受管教 他虽然明白 也不留意 你见言语急躁的人吗 愚昧人比他更有指望 人将仆人从小教养 这仆人终久 必成了他的儿子 好气的人 挑起争端 暴怒的人 多多犯罪 人的高傲 必使他悲下 心里谦逊的 必得尊荣 人与盗贼分赃 是恨恶自己的性命 他听见叫人发誓的声音 却不言语 惧怕人的陷入网罗 唯有倚靠耶和华的 必得安稳 求王恩的人多 定人事乃在耶和华 为非作歹的 被义人增贤 行事正直的 被恶人憎恶 亚基的儿子 雅古尔的言语 就是真言 这人对仪帖和乌甲说 我比众人更蠢笨 也没有人的聪明 我没有学好智慧 也不认识至圣者 谁升天又降下来 谁飓风在掌握中 谁包水在衣服里 谁立定地的四集 他名叫什么 他儿子名叫什么 你知道吗 神的言语 句句都是炼净的 投靠他的 他便做他们的盾牌 他的言语 你不可加听 恐怕他责备你 你就显为说谎言的 我求你两件事 在我未死之间 不要不赐给我 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 使我也不贫穷 也不富足 赐给我虚用的饮食 恐怕我饱足不认你 说耶和华是谁呢 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 以致亵渎我神的名 你不要向主人缠棒仆人 恐怕他咒诅你 你便算为有罪 有一宗人 咒诅父亲不给母亲祝福 有一宗人 自以为清洁 却没有洗去自己的污秽 有一宗人 眼目合其高傲 眼皮也是高举 有一宗人 牙如箭 赤如刀 要吞灭地上的困苦人 和世间的穷法人 马皇有两个女儿 常说给呀给呀 有三样不知足的 连不说够的共有四样 就是阴间和食胎 尽水不足的地 并火 细笑父亲 藐视而不听从母亲的 他的眼睛 必为骨中的乌鸦 啄出来 为阴厨所吃 我所测不透的奇妙 有三样 连我所不知道的 共有四样 就是鹰在空中飞的道 蛇在磐石上爬的道 船在海中行的道 男与女交合的道 银沐的道 也是这样 他吃了 把嘴一擦就说 我没有行恶 是地震动的有三样 连地担不起的 共有四样 就是仆人做王 鱼湾人吃饱 丑恶的女子出嫁 婢女皆续竹母 地上有四样小物 却甚聪明 蚂蚁是无力之类 却在夏天预备粮食 沙斑是软弱之类 却在磐石中造房 蝗虫没有君王 却分队而出 手工用爪抓墙 却住在王宫 步行威武的有三样 连行走威武的 共有四样 就是狮子 乃百兽中最为猛烈 无所躲避的 猎狗 公山羊和无缘能敌的君王 你若行事于完 自高自傲 或是怀了恶念 就当用手无口 咬牛奶 必成奶油 扭鼻子必出血 照样 激动怒气 必起争端 真言 第三十一章 栗木伊勒王的言语 是他母亲教训他的真言 我的儿啊 我父中生的儿啊 我许愿得的儿啊 我当怎样教训你呢 不要将你的精力给妇女 也不要有败坏君王的行为 栗木伊勒啊 君王喝酒 君王喝酒不相宜 王子说 浓酒在那里也不相宜 恐怕喝了就忘记律律 颠倒一切困苦人的是非 可以把农酒给江王的人喝 把清酒给苦心的人喝 让他喝了 让他喝了就忘记他的贫穷 不再纪念他的苦楚 你当为哑巴开口 为一切孤独的深渊 你当开口按公义判断 为困苦和穷乏的贬屈 财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 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 她丈夫心里倚靠她 并不缺少利益 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 她寻找羊绒和麻 甘心用手做工 她好像商船从远方运粮来 未到灵明 她就起来 把食物分给家中的人 将当作的工分派避拟 她想得田地就买来 用手所得之力栽种葡萄园 她以能力束腰 使绑臂有力 她觉得所经营的有力 她的灯终叶不灭 她手拿拧线杆 手把仿线车 她张手周济困苦人 伸手帮补穷罚人 她不应下学 为家里的人担心 因为全家都穿着珠红衣服 她为自己制作绣花毯子 她的衣服是细麻和紫色布做的 她丈夫在城门口与本地的长老同坐 为众人所认识 她做细麻布衣裳出卖 又将腰带卖于商家 能力和威仪是她的衣服 她想到日后的景况就喜笑 她开口就发智慧 她舌上有人词的法则 她观察家务并不吃闲饭 她的儿女起来称她有福 她的丈夫也称赞她 说才德的女子很多 唯独你超过一切 艳丽是虚假的 美容是虚服的 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 必得称赞 愿她享受操作所得的 愿她的工作在城门口荣耀她